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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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 王盛 李宗盛 简直 简直 我看到你的肚肚 裡面有小北邊欸 你要去哪裡 西門町 去西門町幹嘛 感受一下年輕人的氣息 見得高興大家的反應如何 我不知道 隨便啊 我這邊的反應是有說 比較年輕 然後看起來比較帥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有人真的說想想走 然後還有人說想 曹西平 哪個王八蛋 分開的結果 我很痛 像台灣族 講一下那個小貓的境況 小貓最近的境況是什麼呢 他在一個月 應該現在剩不到一個月 然後他就要生小貓了 他肚子裡面應該是 最少會有三隻 大概三到五隻中間 然後我們八蛋 我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只要希望他爸爸 不要是一隻很醜的貓就好了 如果生出來很明顯的 讓我知道是附近男的貓的樣子 他就死定了 我們附近有橘色黑白色 然後還有什麼 鼻子上面有一點的顏色 所以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不能生小孩 我如果生女兒的話 我跟你講 會被你監禁嗎 對 那男的應該被我殺了 有這麼恐怖 畜生 有這麼恐怖 那就是 為什麼 女兒又不是你的 女兒又有自己的認真 所以我沒有生 你只適合生男生 這個 將心比心 我生男生 那去玷污人家的女兒 我已經很生氣了 P 我也覺得她是出生 所以 當你的小孩 都可以有另外一半 所以我還是不要生比較好 控制狂 醫院其實也是很厲害 對 本來就是啊 每次看狗看貓被抓被咬 很辛苦 對啊 很辛苦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是等一個月之後 看小貓 那個 小奶貓到底是什麼顏色 就知道了 什麼叫小奶貓 奶貓啊 奶貓就是還在喝內女的貓 喔 的意思 喔 很可愛的小貓咪 我們這樣很可愛 我覺得很可愛 我個人是蠻期待的 一點不期待 不期待 不期待 後來決定吃什麼 後來決定吃蚵仔煎 你決定 金絲樓嗎 像我也很想吃蚵仔煎 金絲樓沒吃過耶 有嗎 好像沒有耶 我們都吃香饅頭 對啊 我們都吃香饅頭耶 我們來吃看看 本來要吃美觀園啦 那之後又變請了 好 有嗎 快到了 快到了嗎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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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氣不錯耶 橘色的耶 有位子耶 有位子耶 五瓶蝦捲來了 剛出爐的 拿出來推銷 對 我們沒有要點 看到就隨便亂拿 燒賣 金絲樓 還有 鳳爪 這是剛剛推車來點的 對 然後現在我要吃薯皮捲 一定要沾它這個芥末加辣椒 看起來有點油耶 酥酥的 好吃啊 好吃啊 比如說 有 不會有 還好 剛剛被騎了 那個 兩千塊的餐餐 對兩千塊餐餐 他說今天就可以用 還送一隻魚 但我兩個應該吃不完 我在想說吃不完的話 下次還會來嗎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來 應該會啦 他說沒有期限 對啊 我們又被推銷一個蘿蔔糕了 而且啊 他送來一副就是我們會要的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 他直接蘿蔔糕拿去放桌上 對 看起來很像是我們有點的感覺 他沒有在管 很辣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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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這邊還有拿過音器在講什麼 超酷的 一個看起來像那個店長之類的 服務長之類的 超酷的 因為這邊實在是 太大了 然後熱很多 好燙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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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的燒麥蠻好吃的 怎樣呢 才叫好吃的燒麥 就是他皮是Q的 然後內餡的那個調味剛剛好 然後沒有豬肉的臭味 應該是新鮮的啦 我覺得 好吃的話就是新鮮 對啊 生意好又新鮮 因為我吃過蠻多像那種燒麥 然後皮都 皮都爛爛的 對啊 然後就吃起來不開心 可是他的皮價很Q 他蘿蔔糕啊 表面煎得超酥 是喔 所以難怪那麼燙 他表面超酥酥的 是恰恰 一定要恰恰 一定要恰恰 剪短實在有點看不習慣 應該有珍珠丸耶 對啊 珍珠丸吃一次 他裡面 肉很大塊 我還以為是玉米耶 嚇死我了 不是蚵仔 不是蚵仔 肉 看起來像蚵仔 他肉很大塊 然後表面的那個 飯也沒有在那裡 是喔 推薦你可以吃看看 好 而且他 只有一份就兩顆 兩顆而已 很大顆啊 他肉超大塊 人家吃了就吃好了 好 沒車在那 剛好來了 鹹魚肌粒炒飯 這個是炒蟹菜 炒蟹菜 炒蟹菜他還會問你說要不要勾芡 對啊 好貼心喔 好貼心 剛剛又上來兩道菜 雪菜一山吃他 對 我一定要吃一下這個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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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變態嗎 超吃的 像骨幹一樣 這麼厲害 而且都沒有油 不用沾醬也很好吃 太難得了 因為你平常都很愛沾醬 才變態 因為很新鮮嘛 沒有豬草味 沒有豬草味 是的 利利分 嗯 然後 味道就是有雞蛋 不會很 不會過鮮 我懷疑他應該沒有豬草味 加鹽汁 用那個鹹魚的味道 嗯 很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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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沒有 有些鹹魚雞炒飯其實蠻鹹的 嗯 他這味道剛好 不過有一點點油 因為油才香啊 很香亮 有沒有 我很久沒吃這麼油的東西 本來吃他還要擦高 要加甜麵醬嗎 你先飆 還有燒鴨 你剛沒吃燒鴨 有骨頭喔 他燒鴨 因為他有淋醬 所以他底部是軟的 對 我也覺得比較好 但是他肉是好吃 肉是軟的 肉是濃郁的 他淋那個汁 比較不會有那種薄薄的感覺 可是 皮就變成乳豬 軟軟的 所以還是脆皮 乳豬最好吃 這三個裡面 乳豬是第一名 最棒的 他球 破掉了 吃麻糬 壓扁就變鍋餅 不是好不好 有沒有 這樣就變鍋餅 好 那你就壓扁先 再壓 等一下會被人家說玩食物 你明舊不是鍋餅 不過這個比較有趣的是 他 油炸的那個 他很厲害 他很會把 東西弄得很乾 然後就回來了 不過味道看過 不會太貼 很好的一個放貨品 他聲音很好 剛剛推手都被拿光 我們拿到道主第二份 只有芝麻球 因為他是那個阿 呼爐的 比較少 好吃 好吃 吃飽了 你最喜歡今天哪一道菜 芝麻球 你屁咧 你屁咧 蟹菜 炒蟹菜 你來到一個 這麼特別的 港式的地方 然後你選了一個炒青菜 不會啦 我覺得 欸 我很難選欸 因為我覺得都很好吃 我覺得 我第一點驚嚴的是那個 乳豬跟那個皮 真的是跟我 以前吃過的脆皮燒的那個 我覺得炒蟹菜 跟鹹魚肌粒炒飯跟 鴨肉跟脆皮豬肉是同一個等級的 都很好吃 那最差的 最差的喔 沒吃完 最差的 他也不能說他不好吃啊 就是沒有那麼 不是 他這個 就是 我覺得 很順啊 然後 他那個表皮的味道又 沒有那個蜜汁 叉燒的味道 嗯 他是屬於濕式的那一種 嗯 我覺得好吃的蜜汁叉燒應該是 周圍都蜜汁 然後周圍是有點稍微 焦焦的 比較焦焦乾乾乾的 喔 焦起來就會甜甜的 然後有香味這樣 然後 那你覺得那個雷 就是 焦點 對 蝦餃普通 這樣很餓 然後其他的話 蜂爪也不錯 所以覺得油餅 蜂爪不會行 不過蜂爪有點油 嗯 嗯 油油亮亮的 所以你覺得他的 但味道還不錯 小點有比外面的好吃 蘿蔔糕煎得很酥 嗯 印象比較神經 小點不會這樣 沒有 有些皮會很爛啊 或什麼的 你給他蒸爛嗎 沒有 他可能 或者是他的餡的那個 餡料味道 太重或是沒味道 幾顆心啊 加不夠 你說我嗎 最多幾顆 欸我們上次 一 三顆啊 喔 上次吃泰式料理 我憑他三顆嘛 那最多是幾顆 五顆 我忘記最多幾顆 五顆吧 五顆嗎 那我給他 四點五顆心 我第二集就弄到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一家很符合我的口味 但是就是稍微有點油而已 那你會再來嗎 我會 你會再來嗎 我會啊 你會再來 我覺得這個 還蠻適合就是 請你朋友來吃 或是一大集合 好像不錯 對我們兩個吃的有點痛苦 就是 我不痛苦啊 我很開心啊 不是我就是說痛 不是 不是我都痛 我點的時候 可能沒有辦法再 就是再點其他餐了 喔對你應該要注意 嗯 我們點了三四湯對不對 他的玉米濃湯是用灰車的 喔喔喔喔 你剛剛為什麼點三四湯 我們在這裡在這裡 對 因為我看菜單的時候 沒有寫玉米濃湯 我就以為他這家沒有 對 結果他是推車的 結果後來看到推車 玉米濃湯喔 玉米濃湯 哈哈哈哈 原來玉米濃湯在推車上 比基尼罵一個很大的長話 他的 玉米濃湯 跟蝦餃 蝦餃 蝦餃推車沒有 沒有 他是賣完了吧 沒有蝦餃推車沒有 他說蝦餃是單餅 喔喔 隱藏的 然後那個 玉米濃湯是推車的 嗯 菜單沒有 所以我們剛剛在那邊找玉米濃湯 只要半點 因為我覺得 要吃港式 就是要說港式 吃玉米濃湯 所以下次要來不喝玉米濃湯 對 反正我們 喔我們剛剛 那個買了餐券 餐券 兩千塊松小魚 再說 不知道什麼魚 我們還沒有用 還沒用 所以下一次來用 再下一次來用 他要寫什麼紅魚之類的 對下次來 我喝玉米濃湯 對 那我們就吃一條魚加玉米濃湯 我的話 我應該也是四顆 你四顆喔 我剛剛說 喔 我四點五 對 因為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小牛 有一些菜單有一點有 可是我覺得芝麻球 是我 小時候的記憶 芝麻球就不有 對 可是芝麻球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然後我很愛 然後再加上 它鮮魚濃湯 算是數一數二的 應該排名前面的好吃 鮮魚濃湯 也不錯 只是也是一堆點小朋友 還好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可以 我上拍 就可以結束了 沒有要結束了 掰掰 其實這邊那個服務都是 一些阿姨 對 其實還蠻親切的 對啊還蠻親切的 我覺得服務還不錯 對啊就是他們會一直很關心 所以 對 而且我們的眼神上面有一個交流 他就說你要不要弄波高 不要 每次都 穿和聲都要說這句話 有夠煩 有夠煩 好可愛喔 它這個是這個 嗯 SPEEDO 對 馬上就認出我了 對 對 新品耶 蛤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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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推薦 對 我跟你講 我剛剛是看到那個袋子進來 嗯 很多人會進來問我們可不可以買到衣服 對啊 我當然不可以嗎 好 有成品會員嗎 嗯 超優欸 好 恭喜你 嗯 SPEEDO 嗯 這有個E要叫 SPEEDO 嗯 BENDOX 這新創品牌好不好 嗯 好新創品牌 新創台灣新創品牌 對大家要 嗯 要支持一下 謝謝小蘇哥 謝謝 馬上就來 嗯 嗯 啊賞完要去哪裡嗎 什麼賞 在這邊快賞完 要去哪裡賞買 不知道啊 就看 看我們賣得怎麼樣 嗯 我們IG IG有 就打 英文SPEEDO SPEEDO 對 我們IG有 SPEEDO 好喔 掰掰 唷 superior arted票 特別大的 等待 我在最好年 小蘇哥 夜 percentages 你買這個幹嘛 這是什麼 給泰山穿這個 好熱喔 這應該是雞吧 阿鳥 憤怒鳥 那這個 這好不好 這是什麼 拉拉熊欸 拉拉熊的 拉拉熊可以喔 可以喔 買給泰山穿 好啊 我覺得買這個也不錯 給泰山穿 反應很冷淡 哈哈 喔 個屁 我記得不是有那種金色漏胎嗎 應該沒有擺在這麼外面吧 那你接1999吧 也是 1999 有點花不下去也算了 999的話可能會考慮一下 對啊 有點不對 金色漏胎啊 這個很棒欸 欸 這599欸 可以 它不是有金的嗎 這是超銀欸 你沒有金 金的買那個吧 賣完了 賣完了 這個啦 兩條線的 蛤 這要掉袋 對啊 我覺得可以耶 他黑色的都要拍 要當那個 演員吧 對啊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欸 這個有假髮 對 你可以買 然後藝人一帶一個 你看泰山藝人帶一個 放進來啊 真的假的 還有這個 對 找頭的 條碼頭 欸 條碼頭 我可以帶條碼頭欸 我想帶條碼頭 一樣 真的一樣欸 真的一樣欸 沒有什麼 沒有變 你把它拿 拿下來 拿下來 就這樣 哈哈 你什麼 不知道 番茄薯條 薯條 這好像很好吃 卡路比的 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熱浪 出錢一丁50喔 對啊 不知道丁好多賣多少錢 沒有 可是這個口味沒看過 哦 麻油 紅色是麻油 還是 所以你要麻油 然後這個是 香辣豬 我都可以啊 瘦把 三包一四九 昆布龍麵 也是三包一四九 這百分之百 養樂多的欸 嗯 你敢喝嗎 他這養樂多的野菜汁欸 嗯 養樂多 鮮豆漿 那我可以猛吃 卡姆佐 不知道 你不買蜜乾喔 哇你看他的白柚那麼大一顆耶 對啊超大顆 這應該是有巨兆肥 巨兆肥 巨兆肥 MZMZH REC 這一個 算個屁啊 可以買耶 快買啊 買蘋果 我看一下 九九 青森二五九 亡靈 五九 六九 144 維lli 這二十六 二十五 三十六 十五 賺 intel 想煮明太子一大逆麵就可以來這邊買 因為明太子比較難買 白麵麵包跟五百麵包 對 每一次都賣很貴耶 會嗎? 對,在台灣的啦 可樂餅還有大阪燒 現在要排隊結帳還蠻長的 一樓接下來會結帳 對啊 非常直接有點措手不及 想說還以為是還有什麼可以逛 結束了 對,結束了 現在就是要你付錢 有啦,可以買幾個那個 沒有,它是在洗你說結帳錢 受不了還是要再拿一兩樣子 不知道我們這樣要排隊結帳 花多久時間 開始計算了 好 其實我們已經排五分鐘了 有嗎? 三分鐘而已吧 好,現在開始計算了 嗯,是那邊還有 好像還蠻快的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 可以? 其實還蠻快的耶 十分鐘 沒有喔 三分鐘 再駕� 三分鐘 六分鐘 請問買了三十八八 幹嘛? 一人一個 高鐵 啊,那個是 你,然後泰山 然後跟阿呆 這樣子 你把柯P放在哪 阿柯 他本來的頭髮就 就很帥了 對,就很帥 總共是2802人 2802人 我怎麼覺得你都在亂塞 你是亂塞嗎? 你有好好的髒嗎? 好好的髒 他的袋子 是像這樣 很像棉薄喔 只是覺得這邊 買東西 有點暗髒 其實 東西重複率是蠻高的 我覺得 對啊,他會一直重複版 嗯 但是有一些真的是 就是比較少看到的東西 我覺得很擠 超擠 然後在那邊撞個撞去 越來越去 對,很多人都會來 然後別架你一個拐子 你就架回他一個拐子 對阿 就是會很痛苦 然後連排隊的時候 其他的排隊 就是結帳動線也很奇怪 突然就分成兩路 對,然後又結合 對,又結合 然後結果結合的另外一團 竟然還覺得我們是插隊的 反正就會逛得很麻雜 而且冷氣又快不夠強 對 不過壽司看起來 是好像還不錯 不過今天進來的時候 是沒有排隊 就直接進來看 對,我覺得他可能 今天是禮拜天 晚上我們好像差不多9點進來 嗯,不過我覺得 很棒的一點是 他結帳真的速度超快的 對,他結帳 其實大概花五分鐘而已 因為他櫃台超多 對,五分鐘而已 他櫃台看應該有 十幾二十個 可是他們是很認真的 想要趕快 所以就逛很難逛 我覺得結帳還蠻棒的 對 然後服務就是 真的有像日本那樣子 真的會一直跟你取共 一直跟你取共 嗯 這比較特別 對 回家會 按讚 按讚 反正回家找汪汪的 想拿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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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要去 怎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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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說什麼 你看你的肚肚 好明顯 肚肚好大耶